听多念慈安 甜蜜安心 我们约会吧 现在继续 我最后五位四十是我儿子吧 我感觉我的眼光不会差 我想的就是我妈喜欢 好 告诉我她的号码 26号 26号 赵爽 赵爽24岁大专 一两美容自身助理 在大连从谈过一段七年的恋爱 想找年龄大点有阅历 可以给她指导的男人 绝对不要姐弟恋和比她矮的男生 好 来 我们一起看一下 我们看一下心仪的姑娘她是谁 所以几乎已经没有任何悬念 可以供我们去猜想了 我准备了一份礼物 你她的 好 来 拿过来 这是我来之前是一个那个头艺班 然后学做的一个杯子 上面有我的照片 我希望你在早晨睁眼 喝水的时候 晚上睡觉之前喝水的时候 就是都能看到是我 然后我也做了一个一样的杯子 希望然后印上你的照片送给我 我也一样每天睁眼和闭上眼 都看到了是我 谢谢大家 谢谢大家 好 这些礼物我非常喜欢 然后 我觉得以后可以妈妈上头看看 你愿意和我回大联伙 谢谢大家 恭喜两位 恭喜两位 来 孙妈妈要跟大家说再见了 来 没事 我妈等标上了 谢谢 恭喜你们 你们俩将会获得我们约会吧 提供的每人一千元的约会基金 还有每人一千元的约会礼品一份 谢谢孙妈妈 再见 其实小的时候对孩子这种放开式的 给他自己去选择生活的机会的 这种放养式的教育方式 也未尝不是一件好事 因为这个孩子非常地有水 恭喜你们 全密安心 京都念慈安 我们约会吧 欢迎电视机前的观众朋友 在世纪家园交友网报名 同时还可以拨打我们的 两部报名电话 07318287125182871261 来加入到我们的单身超人发耳机 另外要告诉大家的是 下载湖南卫视电视部动手机 扣部到呼拉 加入我们约会吧节目公会 会有很多惊喜 让这各位 谢谢大家 姑娘们辛苦了 接下来我们来看看商场男嘉宾 她的爱情最主张 她不要什么 我不要经常去夜店的女生 我不要太过于粘人的女生 我不要妆前和妆后 差距特别大的女生 掌声欢迎男嘉宾登场 好 来 让我们有请您来 让我们匹配出前30位女生 掌声欢迎的30位姑娘登场 掌声欢迎的30位姑娘登场 好 刘野先生 好 刘野今天呢也有亲友团 不知道是带妈妈来还是带爸爸来 是带我老爸来的 好 带刘爸爸来的 好 来 掌声欢迎刘爸爸登场 你好 你好刘爸爸 你好 欢迎你来 好 各位女嘉宾 你们好 好 来 请坐到你那个宝座上 慢一点啊 好 选出你第一眼看上去 就想跟她约会的那个女孩 好 刘爸爸呢 那你也要像你们家公子一样 在30位姑娘当中啊 你要选一个先赞一下 大人可选好了呀 对 慎重点 我选11号 11号 张鞠晶 叔叔好 我是来自黑龙江的 但是我现在是在北京上班 然后做的是艺术品销售 然后今年20岁 对了 对了 我想跟大家说 其实我跟艺术品销售 还是特别好的朋友 嗯 你们俩认识吗 好哥们 好哥们 然后我刚才在那个白米墙 我没想到会把我匹配上 然后我还跟身边的小伙伴说 我说那个男人特别好 然后你们上去之后 一定要把握住 然后后来就把我匹配上来了 原本的 所以说我现在是他的亲友团 对 亲友团 那可是他爹看上你了怎么办呢 那个叔叔一会儿 其他女嘉宾 你看其他女嘉宾的表现 他们肯定会表现 特别好的 你像刘叔心里头 拔凉拔凉的 好不容易瞅准了一个 结果你还给弄成了朋友关系 我主要是肯定是太高了 然后太醒目了 这个实在要不行 刘爸爸可以重新再选一个也行 这个事情改变不了了 你就认可他了 天啊 老人家 你给我预测一下吧 你事情很不好说 很不好说 我认可他也不认可的话 这个事情就是白忙活 就白忙活 那即便是白忙活 你还是愿意选择 认可了认可 认可 好 他肯定不会选我的 他肯定不会选你 对 因为我们两个私下特别好 如果说他真的是来这选我的话 那私底下肯定会跟我说 你干嘛还费这个劲呢 是不是 我也觉得那也是 就是 是这样 所以说大家放心吧 肯定不是选我的 好 那接下来呢 对刘也第一眼印象究竟怎么样 各位 请选择 我以为第一波卡卡给灭掉的 可能会是11号张晶晶的 结果他却没灭 我要是先灭了的话 岂不是太不够意思了 好 明白 好 谢谢 赶紧给我拉票 谢谢 27号张琪 灭灯力哦 因为男嘉宾说 他不喜欢特别黏人的 我又超级黏人 尤其是谈对象一个月之后 就变得特别黏人 所以不好意思 就以前都是一个月之后 就开始黏 对呀 因为到这练习了 然后多久之后分手呢 那不知道 那个都没有时间的是吧 对 谢谢 男嘉宾 你好 你好 那个我也是成都的 然后刚刚听你是北方的 然后待在成都 我特别喜欢 因为我在成都 就一直想找一个北方男生 对对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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对 那是什么呢 因为特有安全感啊 所以就在台下 就一直跟他们讲 哇 我好喜欢啊 那也是 你关注我 我 我会关注自己 一二十为一 嗯 谢谢 好 那接下来呢 一起来看看男嘉宾生活当中 到底是一个什么样的人 好 这个环节 大家可以随时灭灯 一起来看VSA 哈喽 大家好 我是刘野 人如其名 我的性格当中也带有一些野性 上高中之前我和很多人一样 或者休学的日子 高中上了一年之后 被父母送到部队 那时的我也没有梦想 所以就从了他们 部队的两年生活呢 让我明白了 其实想要的是什么 然后我就复原 参加了当年的一考 考上了西南京都大学 毕业之后呢 我就决定留在成都打拼 然后跟朋友开了一间公寓 出去这个公寓呢 我跟朋友开了一个男装淘宝店 然后我也本身在准备考研 在生活当中呢 我觉得是一个 个人觉得是一个特别没劲的人 因为我不抽烟 很少喝酒 也不去夜店 我大部分时间呢 都是在工作 要么就是在参加什么比赛呀 或者说拍摄的过程当中 所以我需要找一个 能够理解我 并且懂得生活的 那么一个女孩 我有过两段情感经历 第一段呢 就是大学的时候 在军训的时候相识的 我们相处了两年 后来分开了 我觉得分开的理由是 我的成长速度 没有她的成长速度快 第二段情感就是 她是一个红男女孩 然后毕业了 她需要回家工作 不得已也是分开了 这次来到我们的约会吧 也是父母的意思 她们希望一个人 在外打拼着我 身边有个照顾 分享 并且分担的人 我是一个不纠结的 camping男 我一直都相信 最好的不一定适合 但是适合的一定是最好的 现场的女嘉宾 如果恰巧妮 是我最适合的那一个 那么我们约会吧 叔叔好 男嘉宾你好 你好 刚才我看你那个VCR里面 你说你在部队 有两年的生活 是吧 我觉得这点 咱俩比较相同 我是军校毕业的 然后我读了四年的军校 所以我觉得生活方面 咱俩的阅历应该是差不多的 而且吧 你也是我喜欢的类型 我是在天津 如果说是异地的话 你会怎么去处理这个问题呢 我已经有前提 就是说我不太希望 有一个特别黏人的女孩 因为我希望 每个人的空间是有足够 她的建立的足够空间 是建立在一个 信任的技术之上 所以两个人 所以需要的时候 就觉得我们应该见面了 就是这样子 这个刘爸爸来说说 现在万一真的碰到 这种异地恋怎么办 对于这个问题 我想如果说这两个孩子 如果说他能够 就是处理很好的话 不一定非得把他的工作 限制到就是局限一程度 哪个城市 哪个地方都可以发展自己 对 我是这么想的 男嘉宾 你好 你好 我也是浩尔滨的 他们说那些距离 其实都不是问题 你知道吧 对不对 你看你在成都的话 如果叔叔想你的话 我可以带着他一起去看你 是吧 然后如果你叔叔在浩尔滨 你不方便照顾 我可以去照顾 是不是 对吧 咱们两个我觉得比较合适 还有就是你在VCR里面 那个那段舞我非常喜欢 但是吧 我有个小小的心愿 我想让现场来一段 我等一下会有才艺 里面会有 那我现在特别想看 要不你现在会来一段吧 有姑娘这样要求了 你就来呗 来一段吧 等会儿就直接都再见了 哪有机会啊 那就来吧 那我换衣服了 好 换衣服 我知道将军说的话不一定对 我知道对或错我自己能分辨 请你安静点 请你安静点 我知道对有什么不对 我知道外国的月亮没比较远 我知道又又又不是我的语言 请你安静点 请你安静点 我知道对有什么不对 我知道外国的月亮没比较远 我知道又又又是我的语言 请你安静点 请你安静点 男嘉宾 你好 你刚刚眼镜戴得好帅啊 是吗 你舞跳得好帅啊 然后 你这个挽着裤子 不穿袜子的节奏好帅啊 本身我以框化刚刚要夸 你现在都没了 我就觉得你流的汗都是香的 我就有一句话送给你 你说张晶晶只是你的朋友对吧 那我愿意做你的女朋友 请牵我走 爸 你怎么看 求助 求助他老爸了 老爸 你看我多旺夫 我 哎 我 这个世界旺夫 我感觉还得取缔我儿子 那个王雨萱同学 我就是 我记得刚才你说的那句话 我可耳熟了 就好像你对很多人说过 我可耳熟 你去看我这项是不是旺夫 那你牵我走吧 对 是 说完了 我终于知道 原来我等的人就是你 才是我的白马王子 完了 说明他爱看这个节目 台词他都背上来了 你看 就是你签 我就跟你走 你不签我到底没来过 哎 这句话也好熟哦 我跟你说 好 谢谢大家 在这个大拷问之前呢 我们要请爸爸第二次来点赞了 爸 你先好好坐着 你有点生气的意思我发现 就是因为这个张晶晶没答应是吧 不错 我整 你仔细挑一个呀 要不然一会儿该误会了 没事 你就看着整 就 就你相中哪个了 你就点哪个 这个再有变不好 随便变不好 你就认定他了 好 接下来我们就进入到 这个大拷问环节 好 拷问完了我们男嘉宾之后 我们再来拷问他的爸爸 有请Mr.Right 考文开始 在考文前请先看一段短片 当初为什么想参加这样一档节目 是因为我刚从部队出来的时候 就在大学组建了一个组合 然后我们一起四年的努力 最后在毕业的那天 站上了钥匙的舞台 我们为了站上这个舞台 来证明自己的努力 然后还有给我们大学 画上一个最完美的句号 我觉得这个过程 是向父母来证明 我当初毅然居然地 从部队走出来 我要自己选择自己的生活的时候 这是一个潜有力的证据 向他们来诉说 我的选择是正确的 能说说你的梦想吗 我觉得我的梦想是存在于 有灯光的地方 有舞台的地方 有镜头的地方 那现在你为什么没有选择从艺 而选择从商呢 我觉得所谓的梦想 必须由物质去支撑 如果我每天只喊着梦想的话 我觉得我每天会饿死 我必须用这些物质 来支撑我这个所谓的梦想 能支撑我站在舞台上 能支撑我存在的价值 那你将来还打算继续实现自己的梦想吗 一定 我不是为了成为一个明星 我只是单纯的喜欢舞台 喜欢唱歌 喜欢跳舞而已 就这么简单 只要能有舞台的地方 我就希望我在 考屋完毕 来刘爸爸做好准备 叔叔您好 当初为什么反对儿子 报考艺校呢 从事艺术这个行业的这些人 如果是没有真正的才艺的话 就试图也走不多远 所以是我很反对这个事情 对于儿子 未来想在艺术道路上 能发展得更远的规划 您有什么看法 他必定已经毕业了 他应该现在是一伤养溢 不是一意养伤 如果让你来规划儿子的未来 您会怎么规划呢 说心里话吧 不想让他走 从事就是这 沿沿跳跳的走多远 让他就是 现在我的感觉就是 因为已经走向社会了 学业已经毕业了 就是能够说 找到一个 十个自己的经商的一个范围 做生意挣钱 这是我主题 从内心来讲 您会给儿子 证明自己的机会吗 他这个儿子虽然是 他选择了这一块 我不希望他是 把这个 这个 艺术这一块呢 当成一种职业 可以当成一种 娱乐去做的 如果是当成一种职业的话 我想他基本 连饭吃都没有 考虑完毕 你跟你爸爸的这个想法呢 有一点相同的就是 他现在拼命地要赚钱 但是他的终极目的就是 哪有舞台 他以后来我就要站在哪儿 还是要实现自己的梦想 他今天所做的一切 都是为了能够站在那个舞台上 其实我讲句话 其实作为我家刘远来说 大学毕业之后 或者是从部队服务员之后 我的感觉就是 给他找一个安逸的工作 即使我能做到 但是他最后他选择 就是部队回来之后 又考了大学 从事艺术去玩 但是当时那种心里 跟他母亲这种纠结 但是有时候用话都说不出来 发生内心的时候 不想当作在后一样 哎呀 爸 爸 别说了 就我觉得很快乐 我觉得值得就行了 对 但我觉得就两件事情 第一件事情是努力 第二件事情就是 享受你前面所努力 获得的成果 我现在在努力 也在享受这个成果 更在享受这个过程 所以你千万别再跟我说 你回家给我找工作 那不是我要的生活 好的 你这不听老人言 吃亏在眼前 我也是当爹的 你说那个儿子长大了 像你这样的 你说我心拔凉拔凉了 我真无人不生理呢 是吗 刘八 有这个人都很自豪 很自豪 很自豪 好 谢谢刘八八对这个儿子的支持 男嘉宾 我想问一下 你那么想追求你的梦想 那你的计划是 是用几年去实现 是先实现梦想 还是先实现你的婚姻呢 梦想跟婚姻是同步的吧 你想同步进行 它是不影响的 那如果 我不是非要达到某一个高度 才算是完成我的梦想 我觉得爱情是跟梦想是相辅相成的 你一直在说你的梦想 那你来到这个舞台 你对另一半一种标准是什么呢 你说到点上了 我觉得我对另外一个标准就是 他能理解我去从事这个东西 我希望他有自己的事情做 能独立 我就是属于这种有独立有事干 但是呢我俩是一类型的人 我也是得在舞台上唱歌 然后全哥哥地到处跑 那你说我俩都在这圈子里面 你说我常年在外边跑 你也在外边跑 见不着怎么办 所以我就尽量避免这个 你就是不考虑我这样的呗 就是你有自己的个性 我们就是个性太先宁了 我必须找 就不适合在一起是吧 好的 谢谢 别别别别别 你怎么这样呢 来看看你的蓝颜知己 野哥 我想就是问一个问题 你觉得是你的梦想重要 还是爱情重要 因为我觉得可能你说的一些东西 会让大家误会 因为我今天想让你亲手成功 明白不 我明白你的良苦用心 我是觉得呢 在我没有遇到那个对的人之前 我会毫不如犹豫地 选择我的梦想 而我如果遇到了那个人的话 我觉得那份爱情就是我的梦想 在 我想跟大家说 其实他是一个非常体贴 非常细心的人 因为我跟他接触了一年多嘛 然后就是他就特别会照顾人 有的时候去北京的话 然后我们一起出去玩 然后晚上呢 比如说回去晚了 都会就是把我们送回家 或者怎么样的 然后他也特别建立他的梦想 所以说呢我希望就是 女生们不要错过他 因为就是他确实是一个特别好的人 哦 这帮你打广告的 谢谢 谢谢 哎呀 谢谢 真的是接触下来之后发现的 这真的有自己人在内部好办事儿 好办事儿 谢谢 谢谢 可是你看看他爹的脸色 张静静你看看 他爹喜欢你 心拔梁拔梁的真是 好 来 留灯的姑娘们 请你们做出最后的选择 还有两盏呢 哦 不错 你怎么哭了啊 刘爸爸 怎么了 我很高兴 还有两盏能留着呢 好 看一盏都没有啊 这趟是白来了 白了 即便留两盏 也有可能最后没得签了 这个舞台都有可能 那就看缘分了 看缘分啊 嗯 好 最终要留下一盏灯 要跟你爹商量一下吗 可以商量吗 嗯 来 选择2号 2号 杨世伟 有请 杨世伟和刘爷 杨世伟总分65分 外形65 兴趣61 个性15分 杨世伟21岁 在读本科 在成都 喜欢低调稳重的男生 接受经常加班熬夜的男生 反感自大又洁癖的男生 我们还要再来看一下 男嘉宾期目当中的信仪女生 她是谁 1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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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张晶晶 和刘爷特别的总分79分 外形81 兴趣90 个性是74 张晶晶 20岁 大专艺术的销售在北京 喜欢有点小强式的男生 不喜欢戴眼镜 好了 两位姑娘都站在这儿了 一位呢 是特别愿意跟你走 2号 杨世伟 一位呢 是扭扭捏捏 从头至尾 一直不愿意承认 跟你有可能的那个女孩 那我们就一起来看一下 最终会带给我们 一个什么样的机会 这一切完全都在你的手里 好 来 走到舞台中间 5 4 3 2 刘爷加油 好 谢谢2号 杨世伟 说话呀 雨琪 干嘛 我特别感谢你 在我每一次不开心 或者失落的时候 能出现在 哪怕只是一个电话 或者一句安慰 我觉得你是一个特别善良的人 我为什么今天把我爸带过来 就是希望我能 我能借用这个场合 让你觉得我是认真的 是正式的 你是不是逗我玩啊 谁会在我这儿逗着玩 因为他 他也没有说他就是 他私下的时候 也没有说过他喜欢我 那给女孩一点惊喜不行啊 我就快更惊吓了 我如果在平时跟你说的话 我觉得你不会当真 你就会觉得 刘爷这大哥哥就是 逗女儿 其实不是的 因为上次我在问你干嘛的时候 你说在录制我的业会吧 我当时我心就咯噔一下 我觉得 我必须马上去参加这个 我怕你在这个过程当中 被别人牵走 我根本不知道你就是来会选择我 他在我心目中 其实一直都是挺高高在上的 然后一直我是把它当成就是哥哥来看 在我心中 就是也相当于是我 找男朋友的那个标准吧 但是 那还有什么好说的吗 等待那个标准到我头上的时候 我就感觉就是感觉有点不太可能 所以幸福来得太突然了是吧 我从来没有想过他会喜欢我 就是可能也可能也也也 哎呀我不知道说什么 我愿意想起来 自己是这么 Mississippi 我们愿意